各位好,我是冰子 这次我们来看看风铃改修行 风铃高达改修行 编号XVX06RN 高18.2米,重53.2吨 驾驶员当然还是苏莱塔 在福尔德黎明袭击奎达工厂之际 苏莱塔前往78号机库 驾驶风铃改修行 与敌方的沃尔和索文蒙林交战 虽然与格拉斯利宿舍的决斗已胜利结束 但风铃也受到了很大损伤 面对风铃这种更加复杂的MS 地球宿舍不论是设备还是预算都远远不够 为了对风铃进行彻底的升级改造 它被移交给了原厂 新式开发公社 并在魁塔工厂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装 相比以前的造型 原本浅蓝色的外甲变更为深蓝色 头部增加微子天线 而且这对天线还在向前倾斜 显得更具攻击性 面罩增加散热孔 全身的高达单元自然继续保留 不过露出的范围要更大 背包是专用的飞行装备 相比传统背包 喷口角度更加自由 除了推进之外 还有收纳浮游的功能 并且在喷口上下的位置 还设计有回转式展开翼 使用时上下展开 可以大幅提高飞行时对机体的治愈能力 肩甲更加棱角分明 而且这种改变是体现在机体各处 肉腿都变得板正起来 这也令风铃更加凌厉 这一系列的改动 令风铃一改原本的呆萌圆润 变得更具传统高达风味 武器上也进行升级 最具特色的武器 还是那面由11枚浮游单元组成的 次世代远程操作兵器 稳盾 除了作为浮游炮使用外 也能安装在机体各处提高机动性 而且和本体一样 它们的外甲也进行了更新 近战用的光束军刀 还是放置在相同位置 主武器是一把专用的光束步枪 相比以往那把体积要更大 除了正常使用外 还能将枪管伸长 变为长距离狙击模式 并且这把枪还有更进一步的功能 在与全身的浮游单元结合之后 光束不强的火力 可以飙升到剑炮水准 普通MS仅仅是擦到 双腿就直接报废 这个火力 让我想到了隔壁片场的光束马格南 可以看到 不论是外甲造型 还是武器配置 相比一开始 和苏莱塔一起进入学校的风铃 改修型的火力 都要更强 更偏向实战的配置 而该机目前仅有一次实战记录 当法尔德黎明袭击奎工厂之际 改修型与强入工厂的 乌尔魔灵交战 并用强大的推力 将乌尔直接推了出去 就在两机光枪互射 光剑对砍的缠斗时 索恩魔灵前来支援 面对两台高达 改修型选择技术大招 将所有的浮游单元 安装在身上的光束步枪上 为其充能 释放出极其强力的光束炮击 看到风铃如此强大的性能火力 再加上魔女狩猎组织 多米尼克斯的支援 福尔德黎明知道 强攻工厂计划已经失败 被迫撤退 不过真正的高超 还是在后面 看到恐怖分子撤退 风铃立刻展开立场 寻找苗尼奈 锁定位置 直接破枪而入 看到拿枪小兵 一巴掌拍了上去 一时间屏幕内外 无补瞋目结舌 日无当的小朋友 直呼把持不住 改修型 就用这超级震撼的 拍翻前名场面 完成手秀 最新的出场 是在第二部分的PV 看起来还是在需要决斗 不过在海报上 风铃改修型 是站在学校的废区上 相信还是有 真刀正枪的交战 期待他在第二部分的活跃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 也可以加入我的交流群 大家一起聊一聊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创作的动力啊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